問題是我們好像沒有那麼多人 真的很認真去打流感疫苗 這個是重點 因為流感來了 你如果沒打疫苗的人得了 可能就會變得病發症比較重 可是你們每年那個疫苗 也是在賭啊 我幹嘛跟你們一起賭 得到了之後會輕一點 所以我們是必打 我想賭就是 每一年流感疫苗是針對哪一型 可是那一年就不是那一型 今年是很厲害 今年三型都來 H1N1 還有那個S3N2 還有一個B都來 三型都來 我們的流感疫苗是包括這三種 可是流感疫苗通常是 9月還是10月就要打了對不對 應該是在90月就要打 對啊 你現在得到流感疫苗 現在再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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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一定 因為你有可能得了第一個 第二個還是會再中 所以其實我每次演講的時候 大家說那個流感疫苗 叫每年這樣拆拆拆準不準 我說雖然它拆中 基於像A型大概八成 然後B跟另外一種 這個是大概五成左右 我說就算五成好了 你今天買一張樂透 一張會中 一張不會中 你會買 這機率很高啊 所以原則上 這個雖然有時候會拆不中 可是拆中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心安 那今年到底有失控嗎 其實還好耶 還好啦 報紙就寫得比較恐怖對不對 可是4000人流感 然後肺炎死掉 這個數字好像後來有被質疑了 事實上你去查我們CDC的網站看 事實上台灣每年因為流感 那說定死掉 也將近差不多4000人左右 就是說應該不是流感 就是說每一年 因為肺炎而死掉的病例 大概是4000人 可是這4000人裡面不見得 都是流感造成的 裡面有很多各種 各式各樣不同的病毒 還有細菌 流感本身在這4000人裡面 佔有多少 這個就很值得討論 對 流感會引起這個 那個叫二次性感染 那其他人 像美國這個地方 美國現在是快進3億 美國他們每年差不多有20萬人 因為流感住到醫院裡面 他們每年大概有3萬6千多個人 就因為流感死掉 這每年差不多這樣 你看 在2009年 墨西哥流感非常嚴重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時候 也沒有死得更多 從他們的流感的 那樣的一個分布來講 一樣差不多是4萬多個人 但是那個時候所發生的流感 都是H1N1 都是租的 好像期待了過去的這種H1N1 那台灣我相信現在的流感 應該也都是H1N1 就是說那次的大流感 今年H3比較多 H3N2 還有比三種都來 所以今年的流感會 說不定你已經有感冒過了 你有感冒 OK 那想問一下劉淑人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可以 如果我們知道得了流感 我們只要提前或者說及早 其實不會那麼惡化對不對 大部分那些感染都是因為疏忽了 或者是病情拖延了 才會急轉直下 所以這就是說我們常常 我們感冒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是不要自己賠我吃了 一定要看醫生的 所以如果是在美國 不像我們台灣健保這麼方便 都是叫你先去自行買一些藥 控制一下 台灣健保已經很方便了 這個就不用客氣了 你即使大醫院擠不進去 小的診所也都可以看嘛 那至少症狀治療是需要的 流鼻涕 咳嗽啊 但我們那個時候小時候 常常看到老人就是在家睡覺 希望看看睡覺會不會睡好一點 你幾天下來 尤其本身就有慢性病的 有肺的問題的 有一些心肺的問題 糖尿病的問題 這些就不要等了 趕快看吧 一旦出了問題 那個後面的併發症 反而比原來的感冒更嚴重 那老師 你說 今年有三種病毒 H1N1 H3N2 還有B型 這樣三種病毒 有讓大家感冒了 比如說B型比較艱苦 或是傳染更嚴重 死傷更嚴重 沒有 剛才黃醫師講的 他大概有一個比例 可是你如果感染到H1N1 你還會感染到H3N2 如果你有打疫苗的話 因為我們的疫苗包括這三種 所以就不會再感染 可是很多人都沒去打疫苗 對 很多人沒打疫苗 不過你這病毒的感染 一般都很容易恢復 除非你說你免疫力非常差 但是你感染 有感冒的時候 我是建議 應該多喝溫開水 水如果能夠量喝得過多的話 他因為水從腎臟排毒 你的病毒那些也會排掉 所以喝溫開水是非常重要 是啊 因為我個人特別是年老的 年長的人 以前年輕的人 一下子那冰的就喝下去 可是現在年紀大一點 如果能夠喝一些溫水 像年長的人晚上要睡覺 或是起來再喝一兩口 那個比較熱的溫開水 對你的心血管會非常有幫忙 我這樣喔 這個是 晚上你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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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覺 你是要讓他心血管有鼻 還是要教養 教養沒關係 老人家因為也睡不夠 因為這樣是火比較不會滑嗎 沒有 它進進循環 你可以這樣說 我現在喝一碗熱湯下去對不對 我就開始要湯沙 你如果起床 你喝一杯比較熱一點的溫水 放在那保命中 你的胃就會把那些血液 循環到整個腦 整個心臟 你就不容易中風 就不容易有什麼心機感染 我去年就是事件12月 不是咳到昏過去 我就從此就變成習慣 我一定放一個保溫的那個 我真的起來的時候 口渴會給他喝一口 其實沒有那麼麻煩 你就是一個保溫杯 你就熱水放在那邊 那個都到天亮都還溫的 對…你不要只有喝多一點 喝兩口這樣子 可能會使你的血液雄環好一點 我想我們這兩位醫師 一定同意我的看法 好啦 甘願 夾起來放兩杯酒 不要心臟疼去 這樣沒機會放酒 這樣好不好 你如果夾起來放兩杯酒 就標示社會縣總大 來先休息 我不是早上可以喝 這個我好 部分同意 因為我當出運醫師時候 一個大概六十多歲 加水 加水 有那個… 先玩 畫畫畫 好 其實過年耍料 我們的物價很多都漲 千菜漆 千菜漆是因為天氣太暖 米價 米價創下歷史新高 再來一個是豬肉價格 米喔 米是怎樣 因為今年修行不好嗎 去年勸收 吃錢免的 照理說是農糧署可以調節 但我為什麼沒有調節 我是不曉得 但是今年豬肉說什麼 流行性下歷 這個這個這個來 你豬肉 小豬 就沒辦法長成大豬了 所以豬肉會更貴喔 這次小豬會下歷 很普遍嗎 我們這個有關機構說 最少是兩萬三萬 現在最後攻到十多萬 其實我沒有下箱去查訪 但是我從電話的一個聯絡 我知道到目前為止 至少石油已經有30 十萬頭 40萬吃以上 這樣算很多喔 我算一下給你看 應該不能吃落塞油會好 不可以辦法 他就吃冷一天就死掉了 你不要再吃掉了 如果我們落塞過嚴重 我們可以用點滴 補充一些電解值 小豬你那麼多也不可能去做 30 40萬 佔所有的小豬比例是多少 沒有 我告訴你 小豬我們目前 母豬差不多有60萬頭 有6萬 母豬一年生兩胎 生兩胎的話就是 我們說得差不多120次 一次生九頭 九頭就有差不多1千萬吃 1千萬吃 你如果本十二個月升的時候 是80萬吃 一個月有80萬吃的消息洗出來 你給他看看 他死掉30萬吃 這次的疫病 聽說已經50%以上都感染了 出場50% 南部可能是80%的 80萬吃的時候 50%感染就40%吃 他的死亡率將近50% 所以每個月就有差不多20萬吃 是喔 正在那個什麼 你7年10月到現在 已經4個月了 可能50萬吃 以上 我們的政府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 要掩蓋這樣的事實 根本就沒有派人 去調查這個死亡的疫情 那黃大老師請教 因為雄海死豬都放黃埔江 那我們都放哪裡 我們的死豬呢 可以畫紙或是掩埋 一般是送到畫紙廠 但是這個小豬 畫紙是說把它收掉 把它收掉來做肥料或是做治療 我們現在這個小豬 大家擔心說 他去烤乳豬 那不可能啦 因為他生出來 差不多一天就落塞 近年兩天三天就死了 比較慢 如果一個月也太近 要死之前 落塞之後整個都散掉 那個年齡都這樣吐上來 這樣吐一吐一吐 整隻散鼻肉 那不可能去做烤乳豬 所以我是認為 要這樣做肉負 不可以的啦 那就沒肉 所以我是因為說這不用煩惱 說這個豬會流到市場 這不用煩惱 對 以前我們說市場全規劃 哇 如果市場看人家在落塞 這樣穩下去 走路走不走 穩下去 市場怎麼就走來說 趕快處理就趕快處理 趕快就煩惱 整家可以吃 還有北來的人吃 因為北來又沒什麼味 剛才說 整個豬買去 賣了怎麼會你們怎麼吃 對 就是說我們自己可以處理 那時候沒有電話 到時候有電話以後都現卡 我們這裡市場要水來處理 都拿去做加工的東西 加工的啦 不然又六十年以後 加工的就說做共玩 做肉負 這個以前 很想賣 我怎麼樣 市場全家落 市場有全家煩惱 雷產沒那麼多 帶那些車也沒那麼多 每次都沒那麼多做 如果市場大家煩惱 市場懷疑 這樣就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開始落賽就開始 人家說叫塗塗塗 就叫塗塗塗 那就是人家穿杜牌這樣 我是叫塗塗塗的衛生的人 結果都叫塗塗塗 我是要叫塗塗 想要不要 像我小時候我們家有市場 你哪裡 我在頭分嘛 小分 小分啦 我這市場 如果有市場二、三十隻 我有一次在甘蔭就是低溫室 低溫室的不過一隻都差不多 要到15公斤了 市場就擁台 台台中台 台台用高震排 九層塔 擦擦擦擦擦整個鍋 自己吃不去 就奔向鄰居 你一碗給你一碗給你 那時候是這樣做法 現在沒有人要吃 吃這樣不會死嗎 不會死啦 那已經炒過那些病毒都死了 那多香的 九層塔從來 小孩很愛吃 小孩也會 我們先生說那時候 低溫室的電話 不然就不開心 自己人家吃 不然都要賣掉了 一、兩天而已 肉一顆不變 不說你真的 大人是煩惱得要死 你的主席會不會贏 結果你在發育會不好吃 這個可以 第一可以打疫苗來防疫防這個事情 現在都有 現在都沒有 是怎麼還會發生這樣 這次的這個北洞 屬於是 這個北洞最早是 197年在英國 發生的 那時候就引起這個主委下令 197年是殘遍了歐洲 197年的時候 就分離了這個病毒 那時候就知道 這跟一種 政府就傳染性胃腸炎 不一樣 他這個病毒 是換了冠狀病毒 屬於冠狀病毒 兩個都是冠狀病毒的第一型 跟那個薩斯的冠狀病毒 屬於第二型的不一樣 之後這個病毒 在歐洲就有一個流行 跟亞洲這方面 大概1993年92年 在日本、韓國大流行 中國也一樣 就是這個病 這個病真的團嚴快 它主要是引起腸 腸炎會流晒 所以疫苗要來研製很困難 最重要這個病毒要分離 要大量增值不可能 很困難 再來這個病是腸炎 它算是國保的免疫系統 你不是全身性的 全身性的你可以把病毒殺死 然後打針像流感疫苗這樣 這個不行 這應該一定要用活毒疫苗 所以不前你在說到這個 所以這邊這個病毒 這個病毒有疫苗 韓國在用 中國在用跟日本在用 但是這個種毒 是在1977年分離的病毒 所以CV77 從哪裡來的 那就是從英國來的 現在那幾年來 現在有變異了 聽說現在 我們台灣這次丟到的 我來是一個變異種